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世玉见老船公说得严重 就命人全都进到船舱内 王世玉正在品查 突然一声闷响 好像有什么掉到了船上 船身剧烈地摇晃起来 王世玉忙起身前往舱外查看 等他出了舱门 往外一看 不由得大吃一惊 就见一只巨龙趴在船头一服疲态 听见了动静 怒目远征 目视着王世玉 吓得他就要大叫 被老船公捂住了嘴巴 抱到了舱内 老船公小声提醒他 不要发出声音 过了片刻之后 船身又一次摇晃起来 巨龙离开船头 潜进了水里 王世玉大为惊奇 想不到世上有真龙 还从天而降 老船公讲 那段水域时常会有此奇景 正说着话 一个吓人望着窗外惊呼起来 王世玉忙过去观望 就见有数条真龙由天而降 落入水中 挣扎扭动中 撞得大船剧烈摇动 老船公叫大家服好 不要发出声响 大船继续向前使劲 一盏茶的功夫后 水面才平稳下来 也不见再有龙下坠 王世玉以为通过难关了 便走出船舱来 扶兰向下一望 又紧张起来 船下水域清澈一长 几十米下 有数条真龙盘绕 有几条还游向了大船 王世玉一见大惊 只要撞上来 飞船毁人亡不可 就见老船公 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些东西 洒入了水中 那些真龙见了纷纷退避 又潜回了水底 老船公一路挥洒 沿途水下真龙 都退避两旁 大船安全使出了那片水域 王世玉将老船公奉为神人 问他所使的是何法 你洒入水中的究竟为何物啊 连龙族都要惧怕 只是一些百米罢了 龙族物以为是蛆虫 害怕钻进灵甲啃食血肉 所以才会避开 在后面的旅途中 王世玉对老船公极为重用 顺利地到达了琉球谷 只是返途中 绕开了那段坠龙的水域 坠龙虽为奇观 可也不想为此丢了性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ive